每枚统计,NBA历史有332名球员,职业生涯没有赢过詹姆斯 最惨的,14场交手一场未胜,沃克笑笑不说话 詹姆斯无疑成为NBA的活化石了,本赛季已经是詹姆斯职业生涯第20个赛季 詹姆斯的对手也从卡尔玛龙、雷吉米勒等90年代的球星 到四大分位、纳什基德等千禧年的球星 再到日后,多兰特、库里、罗纳德等中生代球星 再到和东西奇、西安等新型交手,对一个的球员可谓不计其数 而近日,美国媒体也是统计了一项趣味数据 NBA历史有332名球员,整个职业生涯竟然还没有赢过詹姆斯 其中和詹姆斯交手超过8次,也没有赢过詹姆斯的球员只有8位 其中,现役则是独行侠的伍德了 伍德生涯8次和詹姆斯交手无一获胜 而和詹姆斯交手最多,但是一场未胜的球员则是克里斯·罗布茨了 他和詹姆斯交手14次全部失败,可谓十分的悲惨 但是,看到零胜14负的罗布茨,肯巴沃克选择笑笑不说话 此前,沃克没对詹姆斯一度零胜29负 包括25场常规赛和4场季后赛全部失利 不过好在,所有转会卡尔特人的沃克 面对詹姆斯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 打破了自己面对詹姆斯29连败的阴霾 要不然,对一位球员打了30场球没有一场胜利 鼓励心理应影都出来了